请你和我结婚吧 陆小姐 我想我之前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吧 你现在可以问我一些 正常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会是你 算了 你不用开口 让我来告诉你 之前我们见过三次 你性格好 身材好 有魄力 让我十分满 心动 凌芮 我是认真的 心脏在左边 陆小姐 我还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的还款计划 你认真的吗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想到这个年头 还有人要主动还钱 为什么呀 自尊心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在男女平等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体现得 更充分一些 我知道你没什么存款 你的钱 从你正式工作开始 就已经以各种名义 决理慈善机构了 但是没关系 我允许你利用我 以陆芳妮丈夫的名义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知道你要去德国 我们可以 陆小姐 我的确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也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 但是我不会因此 突破自己的原则 婚姻不是一桩买卖 任何事情 都没有结晶 婚姻本来就是 两个家庭资源的重组 这根本不是结晶 这是舍小未大 你心中要有大爱 要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所以就要牺牲婚姻 奉献给你 当然 感谢你对我家人的帮助 还请你 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还有 请陆小姐 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家人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这个鲜花 病房里面不能放 麻烦陆小姐带回去吧 谢谢 果然是脆弱又没用的东西